两个尾巴要跟我去山上挖野葱 镜头看上去倒是挺足 还是太年轻了 爬到半山腰 恶龙咆哮 山上还有很多橙子没摘 此处广告植入 休息一下 车包辣条 侄子说这里很漂亮 开工大片大片的 连根一起挖出来 去掉太细的绑成一把 回家炒腊肉 洗干净 野葱的头挺漂亮 邻居爷爷今天宰了好几只鸭 家里腊肉已经熏了二十多天 水分流失掉 肉更紧实 变成了金黄色 橙子树自带香味 也是不错的熏料 割一块下来炒 用炭火把皮烧脆 记得小时候外婆都是这样做 滋滋冒油 天气好 搬到家门口做菜 丝瓜糯比较软 可以用来洗腊肉 阳光上的美食 总是那么诱人 切大块 吃起来才过瘾 野葱切断 腊肉煮一下 盛出来 菜籽油 肉翻炒 辣椒 野葱 这道菜 每年在冬天最冷的时候 就会出现 其实到现在 我也不是特别爱吃 但它有家的味道 长大后的我们 总觉得很多东西 失去了原来的感觉 但只要你积极地去参与 永远热气腾腾 你想要的味道 就会一直在